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半场比赛 曹永静利用脚球配合突入禁区 小角度抱射破门 为球队打入全场唯一进球 最终 U21选拔队以1比0 立刻由陈彬彬领先的上岗U21队 而在上一场与鲁能U21队的比赛中 中国U21选拔队以3比0大胜对手 其中 恒大小将冯博轩表现抢眼 先是边路下底传中帮助谢维军破门 下半场比赛又制造一粒点球 由孙伟哲将球打进 另外 国族红人黄紫昌在上半场 也送出一次巧妙的助攻 帮助曹永静破门得分 通过两战打进二球的出色表现 任何小将曹永静 也锁定了U21选拔队中场核心的角色 与今天U21选拔队同时进行的另一场比赛 鲁能U21以5比0的比分 大胜人和U21队 目前国奥选拔赛前两轮战棒 中国U21选拔队二战全胜 近四球不失一球排名小组第一 同为一胜一负的鲁能U21队 和上场U21队分裂二三名 而两战皆赴的人和U21队 则已经退出了最后的冠军